Hi 大家好 又是星期日晚 生童感受的時候 今晚我找了一個 co-host 就是這個害羞的肥仔 他說他沒什麼 但他媽媽就說 你給他機會試一下 你讓別人見一下你 別那麼害羞 你慣了鏡頭 乖了 愛了 我們現在等人進來 我們現在 只有7個人 8個人 等到人進來好嗎? 不要走 等到有100個人才走 有些扭扭靈靈的樣子 OK 今天當然是有正經的事 Hi Yuli 他已經叫阿楊在這裡 Locky Lyle Hi OK 傑哥 Hello 大家好 我們再等到人 這個小孩很討厭 你看看他幫他捏頸頸 Hi Auntie Jerry 大家好 Arian Lee Hi Hi 這個小孩有人幫他按摩 他舒服得很 眼睛都閉著 Hello Shirley Wong David Zhang Hello 小朋友 Hello 這個小孩 這是我的小孩 嗯 叫我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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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喵 我沒有用粉底 但我用了一點眼眶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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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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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正式開始了 我們現在首先欣賞這個死肥仔的美貌 怎麼了? 我剛才做的行為是我經常都不小心做 就是捉它很大口 它的麵豬燈 但我忘了是塗了唇膏 然後突然說,小莫仔怎麼會有胭脂呢? 原來是充電膏 媽,來吧 讓我先放下肥仔 肥仔,媽媽放你走,好嗎? 它叫做parsley parsley是大家不喜歡吃的芫荽 但其實芫荽有分扁葉和鞭毛 所以說什麼呢? 就是芫荽其實對身體非常之好 是幫助身體排出重金屬 我記得很多年前我看過一個新聞 是說美國 我忘記主辦方是聯合國的 總之就是不要關燈 不要關燈,不要關燈 開關,開關,開關 就檢查了 就說不同的人 人種移民去美國 那些不算生土長那些 他們身體裏面的重金屬殘留 那哪個地方是最多的? 大家猜一下吧 那當然是鄰近地區 偉大的中國 那你覺得為什麼會這樣呢? 原因很簡單 就是輕時同闊 起碼法子是硬道理 咦?我原來還沒帶咪 Sorry 對不起 喂,不要這個時候掙扎 啊啊啊啊 哎呀哎呀,sorry 不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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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哈哈哈哈 OK 好了 說完一輪廢話之後 我們是會說正經事 這樣 但是呢 我們還是要說一輪廢話 為什麼呢? 因為 因為等人進來 為什麼? 大家來看看我的晚餐就是 這個人 這個人 這個人是什麼呢? 就是 三文魚 對不對? OK 就是這麼小塊就對了 你的大塊是不能的 為什麼大塊不能呢 其實之前也解釋過的 你看其實不是很大塊 這個等於一塊 就是 小的手板 其實這裡 我切得直一點 其實這裡是三盎司左右的 肉呢 其實是可以多一點 譬如你平時 紅肉是三盎司的話 你魚是可以四盎司的 為什麼呢? 因為 它的 它的 structure 和紅肉有些不同 好,我現在呢 share了一些 現在我們這條片仔 過去 我自己 和生活感受 好嗎? 我們進來會說正經的 有些什麼叫正經的 就是 可能有些人已經知道 就是我之前做了一個blog fast 就是一個全斷食 for 72個小時 OK 大家想知道這件事 為什麼要全斷食 什麼叫全斷食 什麼叫做輕斷食 分別到底是怎樣呢? 我不是絕食 我是斷食 OK 我的兒子走了 我現在可以很專注地和大家說 我昨天做節目都是穿著這件衣服 因為昨天我們有個特輯 七一的特輯 請了長毛上來 其實我昨天也是穿這套衣服 我個人是很懶地換衣服 很懶,很不喜歡襯衣服 我不明白因為女兒那麼喜歡 我完全不明白,我無法理解 我最好每天都穿著同一件衣服 這樣就好 如果上了一份工作 有制服,我會很開心 因為不用想 我覺得很煩 要想一刻 完全不覺得 為什麼襯衣服是要落出來的 我穿這件衣服 我坐在那裡 把桌子來到這裡 人們就說 哇,女王你肥了這麼多 奪食收了 說謊 其實阿姐想說 你沒看到 這件衣服是 看不見到 是露馳的 我現在可以很有自信 穿著這件露馳的衣服 在街上走 是沒有肚腩的 到底我全斷食瘦了多少呢 我可以告訴你 我從頭到尾 就是我從生童開始 到現在瘦了15磅 對,15磅 到底是怎麼做一回事 但你看上去覺得 不太受罪 我有個朋友 就是傳說中的IT仔 他那天 還看到我 還在撥我手臂 這樣撥我手臂 然後 我就說 我說是 我還沒受到那裏 不過你摸一下這裏 就是我的腰側 然後他一摸下來 他就 給你這個樣子 這樣 然後他說 蛤,你有練Core嗎 我就說 我沒有特意練Core 但是我 幾天去做一次瑜伽 也有一點 但其實沒關係 我跟Keto diet 一樣 然後我說 你不想你摸一下 然後我捉住他的手 放下來 然後 哇,腋骨 然後腋骨下面 是硬的 一片的 摸到 嗯 挺好 我跟朋友說 另一個朋友 跟我說 他說 我Keto了到現在 他說他瘦了 我看清楚一點 叫我站起來 你們這些傢伙 猜猜猜猜猜 我是不會中你招的 我很聰明的 我看我朋友說 我朋友說 他瘦了2kg 但是 reduce in size 其實很多人 如果生疼之後 都會有這個 experience 包括我自己也是 我發現 很明顯 他吃完 我的肚腩 我以前那個 層層蝶很可愛的肚腩 有很安全感的肚腩 我自己看見 他真的不方便沒有安全感 即是 那塊肥腩 現在就沒有了 已經清潔了 你問我現在 能否夾到脂肪 都稍微 所以現在可以很開心地 著路 自妝走走走 但他還未瘦到手臂 好了 這是什麼 It is a good sign 為什麼我叫什麼 good sign 為什麼脂肪 是儲存在某些地方 而不儲存在其他地方 女兒就明白的 為什麼你不集中在 下巴對下 位對上的地方 你是要 在位對下 退了格 為什麼我不能去 design 和destinate 你去哪裡 脂肪 老實說 如果我有一個本事 全球首富都有我份 那我就沒有這個本事 所以如果你想著 聽到這個 trick 就會很失望 但是 having said that 我們都要了解 為什麼脂肪 這麼喜歡 集中在某些部位 這個 跟什麼有關 就是跟 荷爾蒙有關 荷爾蒙 之前我提過 經常都聽到的 insulin insulin 就是叫什麼 有沒有人記得 有沒有人記得 就是肝臟分泌的 叫什麼 胰島素 胰島素 什麼情況之下會分泌 簡單來說 吃了東西就會分泌 你一吃東西落肚 它就會分泌 那它一分泌的時候 它會做什麼呢 它會做什麼 它會變大了 它會變大了 它一分泌 所有其他的 fat burning 就是燃燒脂肪的 荷爾蒙 有六種的 全部廢了武功 全部都站在那裡 這個insulin 胰島素 是什麼 就是儲存二 它就是儲存脂肪 它的目的就是 第一 好 你吃東西 我馬上搞 因為有糖分 那我就分泌胰島素 按回糖 所以就是 你會眼睡 其實你吃東西眼睡 不是單純這麼簡單 因為胃很忙 像我這樣 現在我吃了東西 Kelogenic diet 我吃了東西 我不會眼睡 我會眼睡的話 是因為我很眼睡 而不是因為我吃了東西 而眼睡 這樣 但是一般人 譬如放棄工心 或者吃了東西 很眼睡 那些 就是異島素發作 它這麼低 令你的血糖低了 好了 但是你隔了幾個小時 三、四個小時不吃東西 然後你又開始 看暈了 又餓了 因為你的血糖又很低 如果你不是生酮飲食的話 你就要面對這件事 就是不斷地有一個 像搖搖一樣 這個血糖上下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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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那你說 除了正常 你吃了東西 那麼異島素升 那麼沒什麼 這樣 不是沒什麼 因為 為什麼 疑島素是會令到你的脂肪儲存 儲存在哪裏 儲存在哪裏 儲存在一般圍繞著 在腰、肚腩、肚腩、肚腩的地方 但除了疑島素之外 還有另外一種 賀爾蒙 叫做皮質醇 也會儲存在這些地方 就好錢 但它會偏向一側 我有肚腩、肚腩、肚腩、肚腩或身上 但我剛剛說 瘦少於2kg 這個 Stelle 她也說她瘦了 瘦到腰帶可以扣多了三格 肚腩小了很多 因為我以前跟她打麻雀 其實我是一額汗 我看到她一碗的飯是整碗清潔的 說句比較壞 我看到她是擠了一桌腩出來 但又不是很容易跟她說 你切飯吧 你不吃飯就可以了 但幸好她有聽生酮飲酒 所以她就自己嘗試 如果你是生酮了 你是知道你做得對的 即是你沒有說 餐餐都是吃很大塊扒 吃很多肉 你是吃3盎司 有時候可能是魚或4盎司 即是手掌這裏 大家看掌紋吧 這裏這麼大 然後還有肥瘦膠接 即是梅菜扣肉的朋友 五花腩 煙肉 我們最喜歡 為甚麼喜歡 因為有瘦不僅有肥 因為我們要脂肪 我們不是要太多蛋白質 說了很多次了 太多蛋白質會被轉成糖 叫做glycemine 所以我們就要多些脂肪 我們就要確保 我們的椰子油 我們的草製牛油 甚至豬油 發生得多 肥肉要多 Bacon 三文魚 五花腩 草製的肥牛 雞蓮皮 就是要這樣 令你身體得到好的脂肪 當年人們說 飽和脂肪 怎樣怎樣怎樣 那些是我待會 會觸碰到這個話題 我們今天主要是說 為甚麼會做輕斷食 為甚麼會做全斷食 我自己的全斷食 我第一次嘗試 72小時 我成功了 我對上一次嘗試 就是36小時 當然也成功了 為甚麼 我之前不一直推銷你們 斷食 斷食好 斷食是否好 斷食非常之好 斷食完之後 皮膚是 很好的 看到嗎 有自暖嗎 不要嚇壞 你看到有雀斑 我真的沒有茶粉 沒有成功了 但只要你想皮膚好 我當你是女生 男生也會貪美的 很簡單 兩個tip 就是一層椰子油 例如一般 椰子油 放椰子油 好像我一杯 那樣的 Bulletproof 奶茶 很好吃 這個裏面 一大層的椰子油 我椰子油還要分兩種 我有MCT 椰子油裡的中鏈脂肪酸 抽出來 讓你做 instant energy 你知道甚麼是MCT油嗎 其實我找一集都要說 不同的油在身體裡 代謝 分泌 消化的不同 MCT油是會被糖分更早 被身體所用的 它不需要經過肝 去分泌膽汁 然後膽汁會在膽囊裡 然後在膽囊裡擠出來 然後去分泌洗潔精 其實膽汁就是洗潔精 擠出來 所以為甚麼 如果切了膽囊的人 不知為何西醫會叫人切 我都不明白 但如果切了的話 你便沒有洗潔精 瓶的洗潔精 它就是慢慢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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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知道滴的問題是 我這個很多碗在這裡 例如我吃了一些ран肋質 例如是懸體吃了只是滴滴滴滷滴滴滴滴滴 那我不能ją他按一下 我不知道是 洗到何年何月何日 才能死 所以如你本身vag衲하기 你本身是歇了膽囊 或者有膽疲的人 你要是否生肚呢 答案是可以 但比其他人有少少不同 例如其他人的生酮可以用豬油 草制牛油 橄欖油 但如果你是沒有膽囊 或者你本身有膽石的話 你最好用椰子油 或者用中年脂肪酸油 中年脂肪酸油 做健身的人很熟悉 就知道是甚麼 例如人們早上去健身 很喜歡胸肚做健身 為甚麼胸肚做健身最好呢 因為血裏沒有糖 就可以快點燃焦 聽到嗎? 當你的血裏的糖少 就會燃焦 因為你的身體是一個雙引擎 如果我有很多糖 我就不轉換 4G就不轉WiFi 但如果4G收不到 我就轉WiFi WiFi收不到 我就轉4G 其實身體就是這樣 所以健身的人很熟悉MCTO 因為我要去舉行 但我特意選擇早上 因為我不想有那麼多糖 在血裏面 我可以快點燃燒到脂肪 但燃燒到脂肪的同時 我又不可以無力 因為它有個 我們叫做Time Lapse 即是 為甚麼人 即是我們說斷食或輕斷食 有些人是 明明你可以的 你的身體裡面明明是有糖和脂肪的 你肝裡面 肌肉裡面儲存了Glycogen 即是儲存了備用糖 但是你的內臟 你的皮下很多脂肪 那為甚麼我不是馬上轉WiFi 好像我媽媽那些 她不吃一陣子就說 血糖低有暈 叫白車那些 為甚麼會這樣 這個我可以和你們解釋 其實最簡單的解釋就是 因為它有個Time Lapse Time Difference 有個時差 它不是馬上轉WiFi 例如你搭電梯 你進了電梯 它也會有時間 即是出電梯的時候 咦 還未收到 但其實你已經離開了電梯 它應該馬上收到 但它不是 因為它有個時差 少許一個difference 所以往往很多人 做斷食的時候 就會出現這個問題 就是它現在正在運動糖 整輩人都在運動糖 因為多謝我們這個偉大的工業革命 之後就糖普及化 穀物普及化 突然之間 所有人說到 這個糖和穀物是沒有問題的 穀物全穀類是很健康的 要多吃一點的 你知道嗎 最離譜的就是 人類進化過程裡面 大部分的時間都不是吃糖的 你們知不知道 現在我們的身體的進化 其實是有很長時間 超過多久 一百萬年 OK or more 我們是現在這個狀態 我們沒有怎樣進化到 我們由變成直立人 即是由原人 OK 發發了 變成直立人之後 就是這樣了 我們現在整個身體 包括糖和脂肪 即是4G和WiFi這個系統 是原用至那個時候 我們說的是 久到你不相信這麼久 但是呢 我們的飲食居然在過去 那一百年 工業革命之後 都是OK 有翻天覆地的變化 我們又看回這一百年 又發生什麼事 我們翻天覆地的變化 帶來了的是什麼的身體狀況 OK 為什麼我們會覺得 其實吃穀物是好的呢 不會吧 我是不是應該要相信一些 自古以來 我們說自古以來 生徒飲食 就是自古以來的模式 因為自古以來 戰亂多 飢荒多 自古以來 你下街沒有Starbucks 沒有美心 OK 你不是隨時有個微波爐 有個雪櫃 在雪櫃味普及化之前 那些人都不是隨時可以吃到東西 對吧 所以 當你明白 為什麼過去幾十年 疾病會是這樣 因為它是違反了天然 違反了我們人類飲食的default 即我們出廠的時候 設計 是違反了這件事 人類的腦 突然之間 massively 突然之間大量膨脹 是因爲什麼 因爲脂肪 因爲脂肪 因爲我們開始懂得 刨尖 一些木頭 變成矛 一些石器 因爲我們開始懂得授獵 而不是變成 獅子老虎那塊午餐肉 即爲我們開始追回自己那塊午餐肉 我們便捉了那塊食物來吃 那塊食物裡面 那隻動物 因爲被人摔倒的動物 裡面提供了給你的什麼 難道是全穀物嗎 難道是水果嗎 不是 它裡面提供的 是必須脂肪酸 和必須按計酸 這兩樣是那塊壯烈犧牲了的動物 不是這一個人類 我們的祖先所提供的東西 所以爲什麽是沒有 必須碳水化合物酸 爲什麽只要碳水 必須澱粉酸 只有必須脂肪酸 就是脂肪 必須按計酸 就是蛋白質 因爲你身體沒有這兩樣東西 是不行的 我想問一問 你們現在是否停了 爲什麽沒有人留言 爲什麽 我現在喝了一口 我看看你們有沒有人留言 爲什麽 因爲我的鐘是在動的 2、3、5、9 2、4、0、0 爲什麽看到有人留言 爲什麽你們留言 讓我知道你們存在 因爲我很害怕 只有我自己在說話 沒有人理我 還是沒有人留言 死火了 發生什麽事 有些紅肉的不同 但是我知道 很夠名 咦 不是 有人留言 爲什麽我這個 爲什麽沒有 我爲什麽 爲什麽 爲什麽會斷 爲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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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夜之油 愛茶內服 真是 皮膚比全面膜好 當然不可以衝突 又有全面膜又夜之油 多謝留言給我反應 因為我很害怕 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三十多歲保持得不錯 傻瓜 我的回春計劃很合理 可以的 斷了就再薄線 你要留下鹽 我喝一口給你留言 口渴 很好吃 我很好吃 我這支咪咪裡面是防彈奶茶 OK 看不看得到 為什麼有這些粒粒呢 不要倒出來 不要倒在電腦上 這支咪咪 我教你怎麼做 好嗎 我先留言 我先說輕鬆一點的東西 我用阿麻子奶 強調 不要浪費錢 為什麼呢 要去買阿麻子油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買阿麻子油 除非你在廠裡看著它 冷炸出來 然後全程行溫 然後很快就在手上 便吃了 否則 只要它在製作過程裡 不是低溫 它說是冷炸的 我也相信 但問題是 它入了瓶之後 它由廠 去到 入貨櫃 上船 然後攪拌全世界 只要溫度 不是恒溫的話 你的瓶也不用吃了 所以麻煩你不要浪費錢 穩陣一點 好像我這樣 我就是用阿麻子奶 咖啡色一點點是什麼呢 是玉桂粉 玉桂粉有什麼好呢 就是 它會幫助你 進入更深層的生酮狀態 這些你聽節目才會有的 平日看其他網站 很少人說的 如果那一頓 你出了街吃 你懷疑它有下味證 那一定有 你覺得它下了生粉 那一定有 那一定有 你覺得它下了雞粉 那一定有100% 那一定有 那裡面有味證 或者下了糖 那也有九成半 那一定有 你最好就是回來 做一個玉桂茶 很簡單的 就是如果不想是奶茶狀 那你就就這樣 紅茶 加 肉桂粉 煲 然後喝掉 因為 有一些study 說 如果你在餐前或餐後 兩種方法都是效果的 就是你加肉桂下去的時候 它有效降低你的血糖 倍二十幾個百分比 是二十幾個百分比 所以你說它降低了血糖 代表什麼 就是你不會太需要依賴 就是胰肚素 因為胰肚素 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你不斷地吃東西 我待會有段時間講 我知道我已經講了二十分鐘 但我今天是幻想 我會將節目做一個小時 但我其實還有很多話 我到現在還在聊 還未能進入整體 救命 好了 那你們繼續 你們繼續留言 我正在看 OK 那我這杯就是 那個是 牛奶奶煮滾之後 加上盒酸糖 記得之前 六月四日那一集節目 有說過 盒酸糖糖有阻折癌 血液供應的療效 對不對 盒酸糖糖是天然的 它本身能夠阻折到 癌細胞周邊的血管 斷了 讓他沒有血 你會說 我也沒有症癌 你可以這樣想 但你也記得的話 其实我和你讲过的 就是癌细胞是无时无刻 都是在身体里面的 我们随时都有 年纪越大的人就越prone to cancer 其中有一个research指出 是与身体里面的酵素减少的关系 酵素是什么酵素呢 Pancreatic Enzymes 就是什么呢 就是胰壮的酵素 简单这些说 就是当你不断地吃东西 以前的science 我真是闻 有人问我 为什么我这么激动 我为什么这么激动呢 因为有一堆的科学家 有一个叫Ansel Keys 他做了一个所谓的 survey of seven continents 不是 seven countries 五大洲西大洋 这个research 这个survey的survey 是害了一代人 害了那一代人里面 包括我爸爸 我怎么会不激动呢 我怎么会不生气呢 我爸放弃了他的牛油 就是吃人造牛油 margarine 今时今日 会证实全部是反式脂肪 一转了之后发生什么事 我爸就丧心脏病了 我爸就四条动物里面换了三条 有一次我爸心脏病患 我在身边 我就是拿那个利底丸 在一个小的啡色瓶 我永远都会记得 要叫开 是以前那些风黄章 有没有人有印象 以前 就是当你中国出品 没有那么多人害怕之前 一瓶子的风黄章 那个胶进来的 质量很实 要叫开它 里面还有棉花 我那时候没有指甲 捞不到出来 我爸已经冒冷汗了 OK 我就要去 撩开棉花 撬开棉花 拿一些棉花出来 拿一个利底丸给他 就是有这些科学家 Ansel Keys 对不起 我知道我说的东歪西岛 跳来跳去 所以你们听得很辛苦 但 bear with me 对不起 因为我没有写notes 我就会变成这样 就是天马行空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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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因为 Ansel Keys 所谓的 凌特 所谓的 所谓的 和 便骋 admire了一代人 那我爸 不就去了信任何東西都要低脂、低脂 我媽媽也信任所有人轉過地球的人 除了原住民、少數民族坐在那裡 接收不到這些資訊 Ancel Keys因為這份東西上了《Time Magazine》的封面 但你知不知道他怎樣來的? 他就是 我想定他要去哪個國家 他想定那些國家是對他有利的 即是不吃肥豬肉的 吃這些所謂的Poly Unsaturated Fats 單元不飽和脂肪酸 聽完大家就不知道什麼叫飽和脂肪 什麼叫Poly Unsaturated 和 Mono Unsaturated Fats 我告訴你 簡單 所有的脂肪都是C字的 Carbon Saturated Fats 飽和脂肪就是 四隻腳打麻將 四隻腳齊了 OK 好了 如果呢 單元不飽和脂肪酸 或者Poly也好 他就是 三決一或者二決二 打不成的 OK 長牌打不成 所以他就要做什麼呢 他就要打一些氫氣粒子下去 就是做一個催氣公仔在那裡 假裝人 OK 去打麻將 問題是 那個催氣公仔不懂得摸牌 大哥 他不懂得喊碰 不懂得喊相 而且最差的是 你自摸他不懂得付錢 你明白嗎 OK 所以呢 今時今日 這個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出了一個聲明 出了一份東西 condemned coconut oil 很多人發了給我 爺子牛不健康 這樣 我告訴你 我真的生氣到 不知道我生氣 是很多人 生氣到爆 我看到很多人 OK 在Youtube上面 是罵得爆了 為什麼 就是 不說粗口 我這個節目 因為我不想嚇壞一些很斯文的人 我說論證的節目 我會說粗口 第二個 我不可以說 你的XX 喂 大哥 當日就是你 走出來說 脂肪 飽和脂肪 不要叫人吃 人做牛油 你的XX 你這樣 喂 喂 就是你 你Single handedly 一手包辦了 這幾十年來的 糖尿病 心血管疾病 中風 cancer 是你搞出來的 你明白嗎 喂 人家那些原住民 我稍後讀給你聽 哪幾個原住民 人家好滴滴 吃了飽和脂肪 幾百年 你不見人家中風 你不見人家生cancer 你不見人家有心血管疾病 如果我爸爸 當年不是因為死人 戰爭 Ansel Keys 我正在告訴他 怎樣戰法 他想出位 就出了位 他利用的是 大家的恐懼 大家害怕 怕會有心臟病 因為無形殺手 為什麼 大家吃吃飯 腳腳下巴 突然之間 就死了 然後老婆好地地 突然就入了寡婦 所以大家害怕這件事 因為 It kills you in an instant 即是 血滴子 突然之間 就死了 所以大家真的很害怕 這個人 Ansel Keys 就出位了 他就說 那 我看完全世界了 我告訴你 這一個 最灰禍手 就是飽和脂肪 椰子牛 也不能吃 牛肉 也不能吃 哦 OK 相信 相信 然後你看看 過去幾十年 你想想你小時候 身邊有沒有這麼多人有癌症 請問你自己 你比較 十幾年前 二十幾年前 那時候的人有癌症 還是現在的人有癌症 真的不是開玩笑 真的 那你還相信嗎 我不相信 說真的 肉桂粉 我剛才說的 是月桂粉 Oh my god OK Sorry 對不起 是肉桂粉 我已經是 癌症了 OK 好了 所以 我告訴你 我坐在這裡有病 我這杯 就是 當我趕頭趕命 死都不行的時候 我就會喝的 是很好吃的 我要澄清一點點 你是 Nutritional Ketosis 和 Therapeutic Ketosis 是有分別的 就是你營養性的 生肚飲食 和你治療性的 生肚飲食 是不同的 所以 如果又是說 癌症 如果大吉利時 你身人是有癌症的話 你這杯 你不可以跟我的方法做 因為 Therapeutic Ketosis 我現在沒有癌症 我有一點點的 酒盾位 癌症的人 是不可以有這個 酒盾位 你的酒盾 你就是 放火 放苦歸山 你就是 升火癌症 所以你搏不到 你不能搏 你不能搏 我裡面加了些什麼 剛才說 對不起 說來講 我一晚一樣 還沒回到最後 就是阿華紫奶 煮了它之後 加了earl grey茶包 你覺得不夠濃嗎 你就加了 English breakfast 加西蘭茲 然後 就出了味 你看到 變了啡啡的色 你拿出來 我會擠 MCT Oil 因為我要 因為我做了整天 我還沒吃東西 這就是我的晚飯 technically 你說不夠的 你又說吃菜 但我知道 哥哥 我都要有時間 我都要有時間吃菜 我都要做節目 我先頂住 這個很好 你早上趕著上班 想死 忙到 沒時間了 就喝一杯這個 你就會 很好 很有精神 你可以撐到 午餐後也沒問題 我就會 阿華之右 earl grey 接著我會加MCT 因為馬上用 即使你吃了 澱粉質 你的身體都會選擇 MCT over 澱粉 因為它分解得更快 我都說 它不需要經過膽汁 不需要經過另一個酵素 叫lapace 一起幫助 拆勻它 不久洗乾淨 身體用到 不用 直接為身體所用 但我又會加椰子油 MCT有不就是椰子油 怎麼兩個都要呢 因為 椰子油有月桂酸 這個我沒說錯了 lauric acid 月桂酸是什麼 能治百病 說真的 我不是開玩笑 愛滋病毒也怕了它 她說 那可以了 愛滋病人好回來 你要明白 找一集先說愛滋 不如 如果不是我這個節目 說完也說不完 為什麼 lauric acid 這麼厲害呢 就是它是 不賤而屈人之兵 lauric acid 一遇到 不論是病毒 細菌 真菌 什麼都好 OK 一去到 它直接令到 對方的細胞壁破損 自爆 自爆 OK 但是百血球又不同了 百血球就是 我看到你 大家互相瞇一路 OK 接著 get set ready 打死對方 那就有一個死 一日你百血球死 一日對方死 但是 夜之後不用 夜之後連打也不用打 你看到我已經死 就是Medusa 那個蛇蠍 那個女神 以前希臘狼華神話那個 一看到已經死了 因為你一看到我 你已經變化石 你已經爆開了 這樣 因為夜之後有麻煩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想 皮膚好 你想 身體抵抗力很好 我講真的 我日本買回來的感冒藥 是擺到過期 不是說一瓶 是幾瓶 擺到過期 我都沒試過感冒 沒試過傷風 他說不是的 我有聽到你幾個節目的 你經常炸病不出的 這樣 是 我之前呢 就試過有腎病 腎炎 那我為什麼要腎炎呢 因為我不照顧自己 我不照顧自己 又太忙 我有四份工作 你知道嗎 是啊 我接下來還要讀四樣東西 好了 當我說我讀四樣東西的時候 我有一個不情之情 其實我掙扎了很久了 我想了很久 我應不應該這樣做 我後來徵求了次官和蕭公子的同意 我現在就會在這裡請大家這個助學 對不起 對不起大家 我其實平時都很妙 人家的網台節目 為什麼呢 很容易是問人收錢的 叫人家賺了 課金不課金 然後呢 又叫人家什麼 明明在自己家錄的節目 都沒有operator的 又叫人給錢 但是呢 我呢 我真的要開聲叫大家 賺助我的學費 因為我的學費太貴 我現在呢 其實呢 是在讀四樣東西 喏 你們如果 喜歡聽生同感受 你們想接下來 會有很多的好節目 聽 包括大家想聽到不同的topic 如果你是想聽到醫生 營養師 即是官方的說詞 以外的版本 你聽而已 沒有人叫你要相信誰 但如果你聽完之後 你多一個understanding 多一個認知 那也是好的 但如果你是想幫助我的話 請你私下聯絡我 因為我現在需要眾籌學費 因為我真的沒有辦法負擔 這個很貴的學費 我正在讀很多個 而裡面的東西呢 是可以 就是針對family 就是小朋友的健康 裡面包括會是可以看到 understand到不同的lab test lab reports 然後成年人 老年人 以及這些不同的年齡層 的疾病 包括例如說 大家例如說 癌症 糖尿 心血管疾病 然後 過度活躍症 自閉症 陰症 陰症 糖尿 You know all these 還有一些是 你覺得自己不是病 但是 為何我永遠都很累 為何我睡完一覺 我都好像被人打了一身 這樣 有一件事 之後節目會說的 叫做 adrenal fatigue adrenal fatigue 就是簡單說 腎上腺疲勞 希望大家可以 踴躍捐助 你放心 我救我就會發聲 但我現在在說 要十萬八萬的學費 因為是四個不同的program 看看可以籌到多少 如果籌不到那麼多 可能我讀不到那麼多 我可能就要讀少些 或者怎樣 但希望大家可以 踴躍捐助幫幫我 因為到時我有一個 formal qualification的時候 我真的可以 見patients 還有 真的可以給予一些 很constructive的意見 開戶口眾籌 我是不是可以 擺一個戶口出來 然後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如果不如這樣 我不想大家有壓力 如果你有心 聽了這個節目 你有心的 你傳去生同感受 那個inbox 或者是 女王pam pm pm我 然後我給你們一個戶口 欠了我的學費 因為我只是七月 如果你說他攤開 即七八九月 或者是七十十二 whatever 月份 我都可以攤穩一點 但是 只是七月 我真的崩潰 要給很多個 等一下 是否停了 又停了 那麼糟糕 落地鬧問 停了 真的停了 那麼糟糕 喂 留點反應 給我一點反應 停 我沒有停了 我四五二七二八 要改成食物金字塔 當然 我給你們一張照片 應該的食物金字塔 I show you 然後我放上去生同感受的page 好不好 真的應該有的 是這樣的 有點兒細 ok have a look ok 這個才是應該有的 底部 是good fats 就有avocado coconut oil grass fed butter pasture raised eggs 還有extra virgin coconut oil 其實不用寫的了 extra virgin coconut oil 和coconut oil 是一樣的 你其實擺 mct有的 還有lard豬油也可以 ok antioxidants 它上一層了 就是菜 所以我常常叫你們七至十杯菜 是什麼意思 herbs 就是那些香草 low glycemic fruits 就是berries 不要太多 不要多一隻手這麼多 lemons 還有limes ok 好累 轉手 clean proteins ok clean protein 就是有grass fed beef 野生 三文魚 pasture raised poultry 還有wild game 就是那些 就是那些 那些什麼 雞鴨毛 你當是 fiber nuts and seeds pecans almonds wal nuts brazil nuts pumpkin seeds ham seeds chia seeds flex seeds 這些我常常叫你們吃 ok 因為很多人不吃 但這些的養份是最高 然後 fermented foods 靠要什麼 要酵素 比如 Kimchi 那些pickles 醃製的那些 sousa kraut 即是德國的那些 含酸菜 coconut milk yogurt 很難買 我買不到 natural sweetenut 你不用看的了 我告訴你 我只會拍一件東西 就是stevia 其他都假 ok 其他不用看 我不管是organic sugar 還是不organic I don't care 不行 我只會告訴你 mong fruit 和stevia 只有兩個可以 ok 好了 看留言了吧 嗯 回來了 ok 為什麼不行 我告訴你 因為 我會 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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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停 OK 中籌學費 還有另一個消息 就是 我會暫時不做 缺戰中環 因為我太多書要讀 而且我太多功課要交 所以 麻煩大家 暫時 做不做 缺戰 因為缺戰要看很多時事新聞 我真的死都不行 我解釋給大家聽 我會找一集 下個禮拜 希望 我可以放一塊白板在後面 解釋給大家聽 你要明白 為什麼糖不行 一件東西吃不可以 其實你要看 這個Glycemic Index 就是 它那個叫做 升糖值 你讓我走開 拿一件東西給你看 等一下 好 OK Lidia Chen說 很多朋友不相信 生酮飲食 不相信 不相信 有它沒有辦法 如果不吃肉都可以生酮 其實可以和不可以之間 我回答你為什麼 我有一個 Case問我 關於這個Cancer 它想我代煮生酮餐 但是它很堅持 它很堅持 它一定要去摘 這個問題 我出來了 如果你是純粹 譬如你是糖尿的生酮 你是平時想健康 甚至減肥的生酮 都可以的 都沒有問題 你要摘 我摘 但是Cancer的生酮 我最後推了 我是說不行 因為你要知道 除了肉類和海鮮 是沒有什麼 是可以去到零carbs 包括芝士 也不是零carbs 它是零點幾carbs 那你如果要我 我是一個很公道的人 我經常都說 我一個月要讓你看到 你的CAA 即是癌病指數 是跌下來 譬如我有個Case 是由四百四十幾 跌到一百五 不夠的 那別人才相信 你明白嗎 那我就說 我經常跟Cancer patients 說 你一個月 你給我一個月時間 你很乖 你不要亂來 你不要吃其他東西 一個月之後 你再回來 檢查你的CAA 或者PAT scan 如果你沒有跌到 或者跌得很少 你覺得無用 你就不要再續 即是不要再做 但如果你跌得是多的 你再決定這件事 會不會 因為每個人的身體都不同 你多久生到疼 都和你身體內的Glycogen reserve 有關 有些人吃了很多天 都還有淺息 為什麼 因為你平時 儲存了很多 有些人 他是要 去到六個禮拜 Extreme Case 他才進入到生疼狀態 哇 我不知道他之前 整天吃什麼 餐餐不砂糖入口 I don't know 但是你的肝 和肌肉裡面 的糖分 Glycogen越多 你越難去到那個狀態 OK 但如果你不是 好像我這樣 我以前 粥粉麵飯 我都不吃 什麼 河粉 炒麵 都不吃 我唯一就是 凍檸茶是小甜 這樣我 我豈不是很快生酮到 那你說 凍檸茶是小甜 你不生酮都可以 喂 我不是 我告訴你 即使這麼少的糖分 原來 都有很大的difference 我生酮了之後 都可以爭很遠 我身體 我覺得是 調轉了 不同了 好了 那我想說 糖 sugar 它的Glycemic Index 即升糖值 是在59 OK 有什麼東西 你覺得可以多過它 超過糖 有一個東西 大家不懂得看 所以我很擔心 那些自己管理的 cancer patients 有一個東西叫做 Maltodextrin OK 什麼來的 這樣 就是在 這個 珍珠奶茶 那顆珍珠 你們有沒有人記得過的名字 珍珠的 Tapioca 即西米 Tapioca Tapioca裡面抽出來 它是會在什麼地方出現呢 它是會在 藥丸 很多時候的藥丸 它會加這個東西下去 因為它是一個填充劑 藥丸 所以你以為你自己吃藥丸都很健康 你一定要看清楚 它裡面有沒有加Maltodextrin 它加了Maltodextrin 它是砂糖的 差不多一個Double 這麼多的升糖性 好了 那你說 喂 那我不能吃飯 我吃泥蜜好嗎 這樣 OK 那我這隻 好吧 因為我有很多吃素的客人 我不是說Keto OK 這個三色的泥蜜 好了 好了 我剛才兒子肥到 跳不到在上面 他自己在屋子裡 他每天聽到姐姐聲 他就是善太 因為太肥 OK 這個人不夠力 好了 我給你看 我放過來 OK OK 看得清楚嗎 清楚是不是 好了 你看到 Surfing Sizer 如果 乾的情況下 即你不浸水 OK 46克 你看到 Total Carbohydrates 是多少 看到嗎 看得到 多一點 大胃 好煩 是30 30克 30克 out of 46克 是Carbohydrates OK 那你和分之吃不吃得 OK 當你 砂糖 它的 升糖值是59的時候 泥蜜 其實是50克 其實相差不遠 所以 你要清楚 如果你生酮的話 你不要吃錯東西 譬如你說 喂 我知道 不吃粥粉麵飯 但你就可以吃泥蜜 所以 你要有一個 正確的知識 你要看多些 了解多些 如果你是Cancer Patients 你不要博 你真的買這方面的書 我最喜歡看 如果有期 我幫你煮 沒有期 你自己煮的話 你也一定要對 因為 你怎會知道 Multodextrin 比砂糖那麼多 你怎會知道 泥蜜 原來跟砂糖差不多 是嗎 如果是 OK 所以 Cancer 他吃的東西 carbs是要接近零 而 吃齋的話 是很難去接近零 因為你吃果仁 you know nuts and seeds 就是種子和果仁 他多少是有carbs 他做不到真的去零 那沒有理由 你餐餐都是菜 餐餐都是蛋 Yeah you can do that but it doesn't really work 因為你是要去到零 你才stand a chance to win this battle OK 好了 哇 差不多一個小時了 我們已經說了 那麼 我就說我的感受 我三十 不是 七十二個小時 可否用coconut sugar please 你可以看一下 後面這個label呢 OK 你看看後面這個label 你就知道可以嗎 因為 老實說 這個節目的反應 是好過我預期的 那麼 但很多人就會問 這個問那個 例如我說過 不要問我的牌子 因為 老實說 如果真的有一個牌子 我覺得非常之好 我是會推薦 但如果我不覺得它非常之好 譬如我覺得 怎麼了兩個兒子 如果你們覺得 譬如橄欖油 也是這樣 那 不需要特別去referring 自己試 因為每個人口味不同 你真心問我 意大利不同地區的橄欖油 出出來的橄欖油 味道也不同 例如 Umbria的橄欖油 和西西里的 和Tuscan的 Tuscan的 和Piedmont的 都不同 因為它的泥土不同 日照時間也不同 相對濕度也不同 那你就自己試 所以我回答不了你 但是 椰子油一定是king of all oils 我找一集 專門講油 但 你生酮飲食的話 椰子油是必須的 因為椰子油會幫助你的身體 更快進入生酮狀態 like i said mct oil C8 C10 沒有C line 因為是雙數 因為它是四隻腳齊了 可以開桌 那為什麼 飽和脂肪 你看到煮的食物 椰子油 豬油 牛油 都是飽和脂肪 因為你怎麼搞它都可以 因為它四隻腳 它不管你翻風下雨 八號風球 黑雨黃雨 還是紅雨 還是日照到曬 很多人中暑 它一樣照開桌 即是你無論 冷還是熱 它都很穩定 黑椰子油 25度以上 它就會瓊 瓊 但是瓊 瓊 你融化 兩個人都在打架 這樣 不會影響到 它不會變質 但如果 是那些三缺一 兩隻腳 相差兩隻腳 那些 Poly unsaturated Mono unsaturated 就是會 熱又不行 冷又不行 什麼都不行 所以煮東西一定不行 橄欖油 是Poly unsaturated 化織 它的脂肪酸 的鏈是長的 所以 橄欖油 你只能夠 淋在表面 那你要怎樣煮東西 這樣簡單 你不就 放椰子油 放椰子油 再放少許牛油 包好吃 怎麼不好吃 然後煮完出來 再淋在表面 就完成了 有什麼糟糊 很簡單 OK 然後 放椰子油 多一點 Go ahead OK 用多一點 Accept 給什麼人 其實都沒有 因為就算 你有膽石 或者你過了一個膽囊的人 都可以放椰子油 如果你真的很蛇龜 很害怕 你說會痛 那你就千萬 出家吃東西要小心 我現在在想 其實 出家吃東西之所以不健康 其實不是 單純是味精 雞粉 雞粉即是有味精 糖 憲的那些 或者地溝油 更糟糕 真正糟糕的 是因為它用 反式脂肪的油 即是多謝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就說 這個saturated fat is bad for you 就令到新興了一批 幾個 mono unsaturated poly unsaturated fat 即是突然之間 他說 哎呀四隻的打牌不好的 我們要打三缺一的 不用怕 三缺一OK 我放一個催器公仔 就可以了 你喜歡點自摸都可以 因為它不會打牌的 那就是那句 我點自摸都可以 但我自摸了它 它不會磅水 那就是 你要知道 你在椰子裡炸油出來 在牛奶裡抽牛油出來 比較難 還是 那些什麼 大豆油 基因改組 菜油 粟米油 芥花籽油 都容易一些 那些油 不穩定 會變成它做什麼 它打一顆氫氣脂下去 它搶兩顆 打兩顆 搶三顆 打三顆 一直看它是單數缺 還是雙數缺 打了進去 反式脂肪來的 那如果你天才到 你在家裡煮東西 你都用反式脂肪 那你就千萬不要跟我說 為什麼你的身體不好 因為我真的 呃呃呃 暈倒 OK 另外 Gloria說得很好 就是 如果有癌症 或者你有那些什麼 polycystic ovarian syndrome 就是 卵巢多狼症 有那些 子宮色肉 什麼 巧克力柳 等等 那些女人東西 是不可以吃豉油的 我不是 挖重取蔥 我不是啊 好像Ansel Keys 想出位 我想上TIME magazine封面 不是 是因為 你要明白 就是 這些大豆做的東西 它裡面是充滿 Isoflavins 即 植物性的女性可爾蒙 OK 它是會insifere with 你身體裡面的可爾蒙 我記得看過新聞 一個大陸的 所謂蘇折戶那頭 蘇折戶那頭 一個男人 很喜歡喝豆漿 喝喝喝喝喝 喝到 哇 D級 這是新聞 OK 然後去檢查 就是因為她的荷爾蒙失調 因為她很喜歡 喝豆漿 對 女人不要聽 我想很開心 因為 她影響你的荷爾蒙的話 你不只是胸泥 你下盆 hip area 即是很生養 那些朋友 這裡圍著一個圈的脂肪 如果我們這一圈 上一集有一個聽眾留言 她就說她生酮之後 她瘦了 帶得她瘦了胸 瘦了腰 瘦了腰 但是這個位 屁股的圈 是瘦不了的 I can tell you right now you are estrogen dominant 即是你身體裡面 那個女性可爾蒙 是主導一切 即是她很強 譬如我自己 以前 就算我收了柴子 也好 你們沒見過那些日子 我都是中間 我是沒有腰的 我從小到大都沒有腰的 這裡永遠有肉的 腰間 那為什麼呢 我是不是insulin resistant 即是抗胰島素 抗胰島素呢 不是 因為我一向不喜歡觸粉面板 好了 我淘汰了一個 那是誰 就是cortisol 我是cortisol dominant 就是我的肌質醇 不是肌質醇 不是肌質醇 是我的肌質醇主導 太多的肌質醇 為什麼會有太多肌質醇呢 因為我15歲可以工作 很大壓力 壓力會令到身體分泌 皮質醇 皮質醇 就是會令到你在腰間腹部 有很厚的脂肪 然後你會說 喂大哥 為什麼你要選擇那裡 原因很簡單 就是因為 你要想一下 我們人類的機制呢 就是fight or flee 就是什麼呢 要不就是抽過 要不就是著草 就是直接逆的 要不跟你打過 要不就是著草 那但是 我不論打過還是著草 都代表 我身體所有的energy 要放進去 為生 就是拯救你的命 你想想我們遠古時代 又回到剛才 幾十分鐘之前說的 你身體 現在 沒有進化 還維持在 剛剛變直立人 那時候 250萬年前 或者300萬年前 那時候的人類 是天天都要跟 獅子老虎 老虎 豺 豺狼 hyenas 一堆 什麼 除了是貓之外 大隻動物 野獸 跟牠們抽過 這個時候 你的身體不論 選擇的是 我看你小小隻 我應該救你抽 馬上跟牠們抽 打過 或是 不行 是獅子 走 你也是不會有時間吃東西的 你明白嗎 所以 這個時候 一遇到一個有危機的狀態 你的身體就會認為 我要分泌皮質醇 皮質醇就是要保護你的身體 有足夠的能量 OK 所以牠會儲存脂肪 在腰間 那你說 你儲存在我胸部也可以 大哥 我也想 但牠為甚麼選擇腰間 你看看 你身體重要的器官在哪 腦 腦是不是有頭蓋骨 有頭骨保護著 好了 好了 心口 例如我的肺 我的心臟在這裡 好了 我有胸骨 我有臉部保護著 但我有甚麼是沒有保護著的呢 喂 腸啊 胃啊 肝啊 肝啊 肝也有少少保護著 在上面 腎啊 腎啊 腎上腺啊 喂 所以你的皮質醇就是 不行 我老闆有難 我立刻保護我老闆 那我抱著你的肚子 OK 所以一個長期壓力很大的人 是會有大肚腩的 我就是那個長期壓力很大的人 我想回頭 我很多年 我想有差不多 就是 三 我甚至可以做事 甚至可以用壓力 但是呢 我是 有四年左右 四五年左右 我是 每個月背負幾十萬 即是我不休息 不吃飯 只是休息 只是光合作用 好像我現在這樣 都要 給幾十萬 可能二十幾三十萬 三十萬 一個月 那你怎麼壓力不大 你怎麼沒有皮質醇 拋在那個位置 但是更加恐怖的事情 就是當你長期處於一個 Fight or Flee 的狀態 一是打 一是著草的狀態 你的皮質醇 一直長期很高 就會出事 你的腎上腺 腎上腺 就是分泌 皮質醇 對嗎 它不斷地分泌 不斷地分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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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腰 不斷地分泌 肚腩 你的腎上腺 就會 輕易 就會壞 這樣 你就會長期地累 睡醒 還是累的 然後 個人 什麼都不想做 很想吃鹹的東西 跟著脫頭髮 如是等等 OK 這個會是某一集 我專題去講 身上腺皮類 你要明白 我們的祖先 直立人 原始人 他們的 皮質醇分泌 是一時半刻的 你看到那隻東西 那一下分泌 你跑跑跑跑 你走掉了 它就會回落 但是現在的人 不是 你老闆就是那隻 紅水猛獸 你老闆 24小時 WhatsApp 不斷地 Blackberry 發電郵給你 然後 你每天上班 九個小時 十個小時 十二個小時 不斷地對著這隻 紅水猛獸 你走不掉 是吧 但是以前 你對著 遠古時代 那隻 紅水猛獸 你走了就沒有了 所以 老闆猶如 紅水猛獸 更加恐怖 就是你每個月 要供樓 那個比你老闆還要 紅水猛獸 更加紅水猛獸 所以其實 肚肥的人 你可以看看 你到底是 皮質上高 還是 胰島素高 如果是 Hip很肥的 那些 是 女性 賀爾蒙 OK 所以 如果你們 如果想繼續聽到 我可以說這些 那我要讀的 所以你們就 再學計劃 好嗎 小小都不拘 多多當然 很感謝你 再學計劃 再我讀書 我要讀很多東西 好 那我再講 為何要講原始人 原始人 睡醒 不是下去茶餅 吃早餐 不是炒蛋 還是煎蛋 不是多士 還是餐包 不是凍奶茶 還是凍啡 沒有這些 睡醒 很餓 受烈 喂 不要吵 去狩獵 然後 那一天 幸好 他帶了一隻兔子回來 要全家吃 一家幾口 都是吃那隻兔子 你覺得 那隻兔子裡面 會不會 有很多澱粉 你覺得那隻燒兔子 會不會有薯菜 先生 你要薯菜 意粉 還是飯 不會的 你明白嗎 所以 人類進化的歷程 從來都是生酮狀態 都是生酮飲食 是龍耕時代開始 先開始吃回 所謂的 有碳水化合物的食物 但是有這個 所謂的碳水化合物 以前的龍耕時代 沒有人工的肥料 然後 有農藥 又有蝗蟲 很多東西 又不下雨 沒有自動撒水系統 所以其實 龍耕也好 不像今時今日 有這麼多食物 要不然也不會 路有凍死骨 對嗎 還沒說 戰亂 饑荒 有什麼 所以你要明白 我們人的構造 是有糖 和脂肪 兩個system 如果你不斷地用糖 不用脂肪 你身體就會出事 脂肪不是後備 絕對不是後備 如果脂肪是後備的話 MCTO 就不會比起 糖更快 讓你身體用 如果身體不喜歡脂肪的話 腦退化症的人 柏金順症的人 就不會 腦細胞可以用到同體 用不到碳水化合物 葡萄糖 OK 所以其實你的身體 是much rather 你用脂肪 再說 我們的祖先 那隻兔子拿回來 全家吃 然後之後 他睡覺了 他翌日睡醒 又去獸獵 可能捉不到東西回來 那又要餓 一兩天 你聽不聽得出來 什麼 就是輕斷食 或者是全斷食 因為他不是不斷地吃東西 他一天 一個warrior 所謂的warrior diet warrior keto 就是他一天 可能是吃一個小時 他在二十三個小時的時間 他在一個輕斷食的狀態 如果他幸運 那天有收獲 如果他不幸 可能幾天都吃不到東西 他就變成一個 七十二個小時 甚至更長的全斷食狀態 就是 在我們這個原始人時代 我們的祖先 是沒有一件事叫做 剛才說的 什麼Starbucks 美心那些 他也沒有溫室 所以是 你會有糖 你身體可以用到糖 那為什麼我不用糖 因為糖 不是primary 記住 真正的primary 是脂肪 為什麼 那個年代 第一 他identify 原始人在說 identify不到 哪些是有毒 哪些是沒有毒 不是很敢吃 第二 就算他知道那棵東西是毒 也好 不毒也好 吃得也好 他不會長年都在那裡 開花結果給你吃的 有季節性的 所以他可能久不久 可以吃到幾粒生果 很開心 但是他不會長年累月 更加不會有 巨峰帝子 不會有這麼甜的 西瓜芒果菠蘿 今時今日的生果 我有一集都已經展示過給你看 是基因改造到這麼甜的 是不自然 不天然的 為什麼 市場主導 你們喜歡 好賣一點 就變成這樣 以前的西瓜很多核 裡面以前的粟米 完全是認不到的 好像和港草一樣 OK 所以你要明白 我們的身體 根本是built for 生同飲食 和輕斷食 slash 全斷食 睡醒 出去狩獵 你之前那一頓 可能閒眼地 是20個小時之前 狩獵到晚上才拿一隻兔子 兩隻兔子回來 你可能已經沒有吃東西 超過30個小時 OK 這個時候你身體會發生什麼事呢 哇 精彩了 我告訴你 非常之精彩 這個就是你要知道 為什麼我們要做輕斷食 或者是全斷食 這個就是重點 如果 剛才聽聽一下 走了的人 你現在就吃虧了 為什麼呢 第一 它令你身體的胰島素的水平回落 為什麼 為什麼 這個糖尿病人 要吃 這個 要打胰島素針 或者吃藥 因為 它的血糖一直 居高不下 一直下不下去 知道嗎 高高高 那麼你身體的胰島素已經不足以 禁止它下去了 為什麼不足以呢 對抗 以前 媽媽一發惡 第一次發惡 第二次發惡 我們會害怕 你天天都是這樣 沒有反應 你就叫 所以 當胰島素 叫血糖低的時候 血糖不低 它唯有大聲一點再喊 再不理會 再大聲一點再喊 喊喊一下 它都沒有氣 就是這樣 所以它沒有氣的時候 我沒有氣了 我喊你也是這樣 你都不聽我說 你壞兒子 我放棄你 你扯你 你走我不要回來 你扯得不要回來 你的胰狀放棄了 胰島素 胰島素不夠 醫生就說 我幫你 我給你胰島素針你打 我給你胰島素藥你吃 一吃 初時有效 按 整個腹疹 然後又沒用了 它就升上去 它跟你鬥氣 然後 再加 再按 你發覺 吃了胰島素 就是糖尿病人 普遍都會胖 除了第一類糖尿病人 第二類有吃胰島素 藥那些 都肥 肥邊 肚腩 OK 那你想怎樣康復 你的糖尿病 降低你的血糖水平 大哥 這個才是根本 你不斷地升血糖 你不就一直要追加 你的血糖低 你的藥就可以低 你甚至可以完全不吃藥也可以 所以這個就是 我會跟你說 醫生不會跟你說的 所以你們要贊助 助學 知不知道 好了 繼續 那就是 你的水平 多餘的糖分 塞下去肝 塞下去肌肉 OK 那會不會變成脂肪 在你的肚子裡是脂肪 OK 所以就說 當你不吃東西 輕斷吃 16個小時 即是你有8個小時吃東西 你的糖尿病 會大大改善 即使你沒有糖尿病 但你身體已經開始有糖尿先期症狀 16個小時就不會吃東西 給你試試 我包你不會死 OK 很簡單 吃完晚飯 例如你吃到8點是你的晚飯 停了 7點吃 吃到8點 停 看電視 洗澡 睡覺 翌日 不要吃早餐 熬到午餐時間 1點 才吃 或者12點 都可以 都夠16個小時 你發覺你隔一段時間 你的肚子是小了 然後你對胰島素的藥 如果是糖尿病人 依賴性就低了 那代表是什麼 你不需要吃藥 依賴性越來越低的時候 你不需要吃藥 那就是什麼 康復 好 第二個好處 輕斷吃 你的身體 就開始自己清洗 什麼叫自己清洗 這個是拿到2016年的諾貝爾醫學獎的 是一個日本的教授 OK 發現的 發現什麼 就是說 原來細胞在壓力的情況之下 什麼叫壓力呢 不是你老闆那隻 紅水盲手 不是你收到公留那張蛋 不是這些 是他沒有東西吃的情況之下 他覺得很大壓力 他就會啟動他一個 自我循環機仔 就是他就周圍看了 你這傢伙偷懶了 就是細胞看著另一個細胞 你偷懶 你這麼廢 你沒事做 你半死了 我吃了你 autophagy literally translate to self-eating 吃自己 OK 但是如果你一天吃三餐 是由早上八點吃到晚上十一點 十點 你一天是有十二十四個小時在吃東西的話 就是跟我們的祖先做的事剛剛相反的話 你是不會啟動到autophagy 自我清洗 自我循環 你身體有壓力 他覺得大件事了 我要preserve energy 因為他覺得那個人有肺 他吃了他 他會吃些什麼 包括癌細胞 因為你要記住癌細胞是malfunction 不是很work的細胞 K型 怪物 他不應該存在 但是你的白血球不會對他的 為什麼 畢竟是自己的細胞 自己人 雖然你是內鬼 但是 也是自己人 你可能會改好 所以白血球不會弄他 但是autophagy會弄他 所以有一個自我洗碟的作用 但是你要怎樣 你十六個小時後不吃東西 如果你想你的autophagy更清楚 更深層 洗得更多的話 更長時間 所以為什麼我剛剛試了七十二個小時 我接下來會不會試這麼長 我當然會 我第一次三十六個小時 直接沒有東西 沒有東西一樣 七十二個小時 我第一天想著煙肉 在想著一個 黑鮪 在想著一個 在想著 很想吃 雜蛋 很想吃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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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斷在這些東西吃 我面前飛過 我不是肚餓 我是口癢 然後第二天已經沒什麼 即是 不太想 然後 有一個項目 我覺得辛苦 但是我就想 糟糕 難道 我會放棄 然後 後來就發現 我的辛苦 原來是雲車狼 哈哈 又是很特別 因為我不斷在車上 一直在回覆很多訊息 即是 客人的查詢 或者什麼 我回覆 回覆到一些 很大的事情 不是朋友 錄音講的 然後我就覺得 很辛苦 原來是雲車狼 沒事 開到七十二個小時 喂 開餐了 等什麼 我吃了很多東西 我拍了一張照片 有燒雞 有羊肉串 有木耳白菜 那 可能就覺得 哇 你的變態婆吃這麼多東西 你剛剛 全斷吃七十二個小時 你應該吃六七成文 唉 你給我定了 為什麼呢 我們的祖先 是feast or fast 要不就是 我那天 捉了一隻兔子回來 我們來啊 我們去開餐 一天就喪食那隻兔子 嘩嘩嘩嘩嘩嘩嘩 吃完之後 剩下棚骨 沒有東西的 睡覺 睡醒 翌日 又不知道 什麼時候 才可以又捉到另一隻兔子 所以為什麼才有脂肪 脂肪 就是後備能源 隨時釣出來給你用的 OK 為什麼那些人 會叫你流出食物呢 就是 如果你是很長時間的斷食 在說 兩個禮拜 三個禮拜 一個月的斷食 你就需要了 一旦你的胃 適應不到 一天就是那句 祖先不會黑到整個月 都授念不到一隻東西 你隨便隨便 什麼都好 而且你要知道 他就算不是授念 他經過幾多隻死了 他都會單回來吃 所以 當你很長時間 以禮拜計 的時候 Yes Start with something Liquidity 即是 流出食物 72個小時 都是生日 我沒有胃痛 我沒事 好滴滴 而且你不用怕 你看到我的大堆東西 我都是每樣吃了 一兩口 我不是假裝吃 但當你生蟲了之後 你的確實是 練先的樣子 再說一次 有什麼好處 例如 皮膚很有光澤 大家看看 不要擦粉蓋 是不是自戀 嗯 OK 我想你有信心 而且可以光合作用 也不會餓 OK 好了 輕斷全斷食 還有什麼好處 還有兩個 今天講完我就可以下班了 今天節目做了一個半小時 真厲害 第二 就是2015年 耶魯大學 Yale University OK 就發現 你的身體 當你在 全斷 或者是半斷 的情況之下 它會分給一個 叫做BHB OK 是會令到你身體的 發炎 終止 就是你不 好像舉例 我頸痛 發炎 或者是 我長期 腰痛 關節痛 或者是 還有什麼 有些Autoimmune disease 就是身神代謝的病 就是你身體白血球 不知道為什麼瘋了 自己攻擊自己的細胞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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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任何的 發炎狀態 心血管疾病 癌症 糖尿病 OK 腦退化 那種 這些都是跟發炎有關的 所以你就說 為什麼不要吃糖 因為糖令到你身體發炎 所有有升糖值的東西 都會令到你身體發炎 但是 你一斷食 輕斷 全斷以後 BHB就release出來了 一release出來了 你身體就停止發炎 OK 所以 為什麼 這麼好 為什麼 斷食一件這麼好的事 因為簡單地說 它是令到你身體痊癒 它是醫病 你想一下 喂 身體中止發炎 吞食癌細胞 吞食腦肺細胞 你還想怎樣 What is better than that 還有最後一個好處 就是 當你斷食的時候 有一種很好的荷爾蒙 OK 有六種荷爾蒙會令到你 burn fat 有一種叫做HGH 啊 我拿些東西給你看 你等一會兒 OK 我回來了 我想說的就是這件事 OK 先開回你的留言 你們今天好像不太勇奕留言 今天 可不可以勇奕一點 給你支持我 好嗎 OK Sorry 我整間屋什麼都有貓毛的 OK 吃自己好 我看一下留言 OK 這個 反光 我以前 就花很多錢 買這些東西 你看到HGH 後面的Proline 你不會理會的 總之看到HGH 日本的 OK 這個就是Human Growth Hormone 它會令到你 supposedly 回春 為什麼回春法呢 因為我們18-22的時候 就是你身體的HGH很高 你的新陳代謝也很高 所以你就可以 肥了 我吃少一餐半餐 你就瘦了 很容易瘦的 但現在就很難瘦 我將來會cover 講脂肪 講Obesity 講肥半 OK 其實跟荷爾蒙有關 根本就沒有什麼 calorie in and out Oh come on 如果真的這麼容易的話 不要玩 是這麼容易 個個都瘦 對不對 就是不是這麼簡單 因為剛才所說的 就是insulin也好 cortisol也好 還是ostrogen也好 這些絕對是一個contributing factor 好了 但當你斷食 輕斷全斷的時候 你的身體會分泌大量的HGH 等你回復18-22的時候 好 那個study research出來 就是說 男人 是會increase by 2,000% 在女人 即是不公平 是1,300% What will happen? Your skin will firm up OK 很緊緻 沒有皺紋 我發誓 我沒有打過Botox 因為我很怕打針 而且我真的 沒有必要 OK 你看我的手 沒有必要 OK 明明 吃椰子後可以了 看不看幾百幾碗 OK 好了 是不是很噁心 我也覺得是 所以 try to 不要相信那些危科學家 為了想出名 最後不要忘記說 Ansel Keys這個戰爭 她上了 Time Magazine的封面 響了朵 她說 Poly unsaturated fat 是好 Mono unsaturated fat 是好 飽和脂肪 is bad for you Yeah 你現在跟我說 那些 持肢 以行 行肢 有效 自古以利 都可以的 沒有病的人 她的飲食方法 沒有問題 有問題 你的方法 才沒有問題 即是跟你說 打了氫氣 chem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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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de 的油 什麼 芥花之油 菜油 大豆油 那些是 healthy 反而椰子油 是不 healthy 牛油不 healthy 她殺了我都不會相信 OK 這樣 這個人為何賤呢 他賤在他自己 是吃Mediterranean diet 有多少人知道這件事 他自己是喪食牛油 喪食橄欖油 我不知道 豬油 椰子油 我不知道 但是 很生氣 就是地中海飲食 就是油很多 他叫人low fat I'm like seriously 忍不住 What the fuck OK 很生氣 OK Yes Hei Sui Leong 就說 Keto diet 致暗瘡粉刺一流 當然啦 你都沒有發炎 大哥 是不是 當然好啦 多久我斷食一次 嗯 嗯 Yeah OK 我呢 基本上是天天的 我天天輕斷食 為什麼天天輕斷食呢 就是 真的很忙 沒有時間吃東西 哦 四份工都買不到樓 不知道為什麼 四份工裡有一份是沒有錢的 就是做網台 不是啦 你們籌學費給我 好嗎 嗯 但是我另外三個是有錢的 但是我不會說的了 這樣 都是跟主要有關 這樣 有一個又不是跟主要有關 不要緊 那是廢話來的 總之 地球上最長壽的人 都是吃很多的脂肪 OK 你只要根據原始人的生活方式 你的祖先 除了你現在不用 什麼 拿著一瓶茅通山走 然後隨便找東西放下去 不用 但是呢 你是可以 根據你的飲食方法 OK 都是那句 你不是吃晚飯 7點吃到8點 然後呢 或者吃到9點 我怕你 我當你7點半吃到9點 停 什麼都不好吃 奶茶不要喝 咖啡不要喝 什麼都不好 除非是齋啡 或者是齋茶 到翌日吃午飯 你skip了早餐就已經可以了 你知道你過去幾十年 那些什麼 哎呀的 pseudo science 藝科學呢 叫你一定要吃早餐 越少吃多餐 越少吃越多餐就好 這樣會保持你的metabolism 即是 你的新陳代症高 我想捏自己那些人 因為就是這樣 製造了一個generation的人 的糖尿病 Thank you 還有你的反式脂肪 人造脂肪 菜脂油 芥花脂油 大豆油 令到一個generation的人 有心血管疾病 有cancer 所以這些人 下地獄一萬次都不行 OK I mean seriously 我是一個 我真的很生氣 OK 講到最後 要完 就是 每天嘗試 剛才所說的 吃完晚飯 什麼都不好吃 到翌日早餐不好吃 到lunch 生酮飲食 OK 椰子油 草脂牛油 椰子油 早餐油 椰子油 早餐油 還有什麼 還有豬油 橄欖油 橄欖油 橄欖油臨面 記得說一萬次 Give it a try You will see your health improve dramatically OK 好了 講到最後 那些人很喜歡問我 哪隻橄欖油 哪隻椰子油 哪裏買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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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終於得到次官 和蕭公子的同意 就是我們會開一個 少少的網店 少少 在forum 和生酮感受 這些全部都是我自己 家裡 吃著 用著 我覺得好的 我放上去 就是這樣 等我 我沒空弄 但我會弄的 到時 你們喜歡 可以在上面選 不喜歡外面買 沒所謂 最後 請你們 慷慨解讀 資助我的學費 好嗎 謝謝 謝謝 斷食的時候 飲料有沒有限制 有 不可以有任何的卡路里 斷食對膽固醇有沒有幫助 之前那集已經說了 OK 不說 第二天再說 好吧 我要去吃東西了 點幾個小時才去吃東西 又不是很慘 我為了你們 做字幕 我沒有去吃飯 我現在要去吃東西了 OK 拜拜 有問題的 就留言 有私隱性的 inbox 生同感受 如果沒有私隱性的 就 post your page 如果願意贊助我學費的 請 PM我 我給你戶口 好嗎 謝謝 福有遊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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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繼續努力做節目 福有遊歸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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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